大家好,我是张子虚 听大家对台北的地标性建筑101都不陌生 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看不一样的影连 是什么呢,先买个关子,出发吧 按一下,记得到,想按满多的话我就按了哦 现在我们就到了台北101Skylight 460的户外观景台 这个户外观景台是6月13号的时候上次拍摄的 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在室内看到整个台北的景色 但是有几个围栏的室外,然后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台北的景色 它这种户外观景台的4个点,是4个最佳的拍摄地点 今天气气很好,因为天气很好,所以也出了几个样子 因为101的高度是509.2米 所以想要在屏地上看到整个101的塔尖,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带这个Skylight的户外观景台的这个点,然后往上看 现在的远处呢,是台北的象山 整个从这边看去能够看出台北这座城市,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 从北边的方向上,就是台北和西域区的景观 左边是阳明山,右边是观音山 远处,用地是松山机场 才能看到小只但大只但大只 女生来的话一定要穿裤子和平底鞋 然后顶层的风非常大 所以说如果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发型 现在台北一天一的Skylight户外观景台是下午1点到4点钟开放 然后中间三个批次,每个批次是12个人 所以说一天它的最大限分就是36个人 游览结束后回到101层,会收到一份云朵咖啡 上面是棉花糖做的云,下面是可以咖啡 发型好符合这个Skylight,它有一句标语 是A walk on the clouds,就是在云朵上行走的感觉 最后一定要坐在椅子上看着下面的景色 然后非常坐坐地喝一点咖啡,吃一点云朵棉花大 请不吝点赞 打开 Zither Harp 是HourG�� 如果是在台湾大